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韩宇 云包玉成自从2013年启动至今 已经募款了超过新台币26亿元 而且我们也帮助了超过百家的新创企业 跟成熟的企业有大小共融 我们的体系创新 以及积极推动了产业共融 协助新创企业能够获得策略投资 并且推动走向世界舞台 那在今年最特别的是 我们的demo day第一次是用线上的方式进行 不论是企业导师或者是新创团队 阵容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坚强 那我们的云包玉成也集结了云鞋企业 还有生态器的力量 我们要聚焦前瞻科技 以创新体系来串联成熟企业 还有新创公司 不论是在大小共创的育成体系之外 或者是为我们的新创引入资源 包含了像是政府、企业、投资人 还有各个领域的合作伙伴力量 让新创的企业能够在各个阶段 所需要的养分当中 打造更加完善的新创生态系支持服务 今天我们在Demo Day最一开始也非常的荣幸 我们能够邀请到三位贵宾 来为所有的新创团队勉励以及给予祝福 首先第一位我们先欢迎的是 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理事长 李世光李理事长来为大家勉励几句 有请 各位线上观看的贵宾们 及新创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为2021年第九届 台湾云鼓云豹育成Demo Day揭开序幕 首先我代表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 恭喜第九届云豹育成 十佳新创站上今日Demo Day的舞台 感谢今年投入资源 积极与新创共创合作的七家企业导师 他们是工研院 中华电信 台达电 音业达 零群电脑 远传电信 维签科技 照后将于今日的舞台上 共同展现企业与新创共创成果 发挥产业创新共融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感谢四位创投导师参与辅导 他们分别是中华开花 ITIC Hive Ventures 全国创新创业总会等四家机构 今日也将选出他们心中最具投资价值的新创团队 并将在今天发出千万投资意向 而云豹预成一路以来 正是因为有众多生态系伙伴的支持 才能建立起台湾最大的产业共融平台 提取透过云豹实现创新生态爆发力 共同攜手产业共融创新机 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成立至今已经超过十年 致力于协助台湾产业朝系统解决方案及软体服务的结构转型 并以云端智联网为目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而为了培育台湾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明日之心 云学在2013年正式启动云豹预成计划 协助新创公司成功开发创新产品与服务 并由台湾重量级的大企业担任新创企业老师 是由投入集团资源 筹资规划 技术加值 市场拓展 媒体宣传等 全方面协助新创团队成长 创造互利双赢产业共融的局面 今年云豹预成迈入第九届 以大企业带动小新创的共创模式 迄今已经协助超过129家 新创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深入的商业合作 总募资金额超过新台币26亿元 团队的存活率接近90% 已经成功树立以大代小的创业典范 而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云豹预成最受瞩目的登峰队 本今年首度以线上方式跟大家见面 今日将由企业及创投 共同选出最继产业影响力的体系创新奖 同时创投导师们也将选出投资人奖 并提供新台币1000万以上的投资意向 挹注带入资金协助新创快速发展 今天每一个创新成果的发表 不仅代表科技的创新 更代表台湾美好未来的蓝图 云学期许更多优质的企业 加入云豹预成的平台 为产业搭建创新生态爆发力 产业共荣创新机的美好愿景 进而把新创与企业合作的成果 共同扩散到全世界 最后祝福所有云豹新创们 在今日的Demon Day发表顺利圆满 并祝献上所有嘉宾喜乐健康 自业顺利 谢谢大家 让我们谢谢李理事长 给予所有新创团队的鼓励 那么在紧接着下来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 李市长李施青 也为我们所有的新创团队 给予祝福 各位贵宾 各位创投评审 各位新创团队 线上收看直播的各位先进朋友 大家好 很荣幸再次参与2021年第九届 台湾云鞋云豹育成Demon Day的活动 我代表台湾电电工会 恭喜第九届云豹育成十组 进入决赛优秀的新创团队 今年第九届比赛因新冠疫情受了影响 尤其是五月份比赛争案的期间 正逢台湾疫情升温 但仍然能吸引许多新创团队 报名参加 今天决赛的十组优秀团队 经过层层关卡 从百队筛选50队进入初赛 18队复赛淘汰后 再进入决赛 相当不容易 决赛的十组优秀团队 应用领域包括 智慧医疗智慧制造 智慧零售智慧城市等 各个都是身具潜力的优秀团队 电电工会积极推动智慧转型 引领会员厂商多元布局 将云端物联网 物联网芯片化 5G技术整合应用等新创科技 导入智慧制造 智慧城乡 智慧居家 智慧节能等领域 透过企业智慧转型思维的改变 为产业注入创新的基因 希望化疫情危机为转机 疫情的冲击 打破了既有的生活与工作形态 造成许多不便利 却也活化了人们的生活 如线上学习 居家工作 网络采买等等 各行各业在疫情期间 加速数位转型 提升线上线下及远距的技术能量 广泛应用台湾在全球自通电子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深化台湾数位经济的深厚基础 电电工会对台湾云学云豹议程持续给予支持 从2013年第一届台湾云古云豹议程计划开始 转严已经来到第九届 云豹议程不断地挖掘台湾科技产业的明日之星 并协助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 应用以大代小的模式 让新创的灵活性与大企业的资源与经验结合 加速新创团队服务升级 协助新创企业站稳第一步 这个平台成功协助超过多家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 链接合作 其中有超过半数的新创企业获得投资 九年来 透过主题式定向寓程的创业模式 云豹议程已协助超过108家新创企业 与成熟企业深度的合作 总募资额更高达23亿元 感谢今年的七家合作企业导师 也感谢参与的四家创投评审 你们带来千万的投资意向书 给予新创团队带入资金 欢迎更多的新创企业加入云豹议程 在这个平台上寻找伙伴 年纪资源 跨越交流 共同学习成长 共同建立台湾创新创业大家庭 谢谢各位 谢谢李理事长带给大家的勉励以及祝福 那我也相信所有的新创团队都已经准备好 蓄事待发了 那在今天我们最后一位邀请到的贵宾是 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秘书长 同时也是台湾云谷云豹预成计划主持人 却智克全秘书长有请 台湾云协的会员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台湾云谷云豹预成的demo day的开头 跟大家讲几句话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云谷云豹预成是台湾云协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到现在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年 从一开始它就有这个特色叫做以大代小 就是台湾云协用的会员这些重量级的那个会员 可以来帮助这些新创跟他们做结合 然后给他一些辅导 以前我们叫做以大代小 现在我们叫做产业共融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合度会议更高 在过去几年来其实有几个蛮突出的例子 一个是那个有个叫skywatch的这个新创团队 跟inventech的合作 他们就去帮他们做那个notebook的那个瑕疵的检测 获得蛮具体的成就 另外一个是博远智能跟这个林群的合作 博远智能是从工业院出来的 但是精油跟林群的结合 它就变得更加的壮大 因为它很多很多的这个政府的生意 它可以去approach 然后后续的那个support的动作 也可以跟那个林群做更紧密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台湾云谷云报预成的这整个活动 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所谓以小代大也好产业共融也好 我们都谨守了一个这样子的策略 那这个也多亏这个台湾云邪的这些会员 这些重量级会员多年来的一直的那个鼎立的协助 那我希望这样子的传统可以一直下去 让这样子的program可以继续走继续走 10年20年继续走 能够得到更好的成就 谢谢 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三位嘉宾给予所有新创团队的支持 以及祝福 那么紧接着下来要进入到本次的主题分享 邀请到的是台湾云谷云报预成共同主持人 STARFAB负责人刘彦荣 刘董事长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台湾云谷云报预成共同主持人 也是STARFAB的负责人刘彦荣 2013年台湾云谷云报预成在云端协会 为了加持创新创业驱动台湾企业 开发软硬整合数位商机 号召了重量级的企业会员 一起投入企业资源 成立了台湾云谷云报预成 这是一个台湾最完整的企业与新创合作的创新平台 由STARFAB设计企业与新创以大代小的合作机制 大企业跟新创结合彼此的优势 新创可以帮大企业找到外部创新因子 大企业的资源可以帮云报新创快速做大 在云报预成的创新平台上 新创跟企业以共同发展新商机为目标 专注在软硬整合的解决方案上面开发 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产业创新共荣生态系 云报预成的特色一方面发掘具备5G AIoT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XR技术的优质新创 一方面了解企业体系创新发展的需求 让新创跟企业在平等互惠的合作条件下 让新创以大企业为师 接受半年的辅导 所有企业导师不仅积极地投入企业各项资源 及全球的行销管道 让新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更容易地看清市场真实的进程状态 正确的规划做大的竞争策略 九年来 云报预成透过数百厂的加值辅导 给予成功企业家的对话 创造了大企业跟新创亦师亦友 跨领域 跨世代共创新商机的动能 特别在智慧物流 智慧工厂 智慧制造 低碳 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 大健康等多项应用上面 逐渐形成主题式的生态系 云报预成让大企业跟新创透过技术 与服务的验证 找到快速落地的市场机制 结合彼此优势资源深度合作外 云报预成也带领了云端产业协会 与云报新创一起加入SIG主题式创新舰队 结合160家云鞋企业的力量将服务快速地拓展到国际市场 9年来 云报预成已经促成129家新创与云鞋的企业合作 促成云报预成45%的新创取得策略投资 统计到目前为止 云报预成已经促成了26亿的投资金额 这些成果让云报预成成为台湾最完整的企业与新创合作的创新平台 今天将为各位展示2021年云报预成 十强新创跟企业共创的成果 过程中你将观察到 云报新创跟企业用共同行销 专案合作 厂运验证共同开发 等彼此互隆共会的方式进行合作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观看2021年云报预成 十强新创 包括米飞多媒体 AIDEA 古灵运算 一层智能三节物联 毫米波科技 汇稳科技 昌泰科医 杰西科技 艾阳科技 与云报预成的企业导师 包括工研院 中华电信 台达电 音业达 林群电脑 远传电信 伟签科技 新创跟企业用创新生态爆发力 产业共融创新机为主题 这体系发表即将开始 敬请期待 谢谢刘董事长非常精彩 而且详细的介绍我们本届的主题 也相信新创产业在各方的资源支持之下 一定能够翻转创新 而且可以协助新创公司 可以取得策略商机 并且走向世界舞台 跟大企业一同成长 那在紧接着下来 我们马上要来介绍 本次最具重量级的四位创投导师 他们在今年将以创投投资人的角度 要提供千万投资意向哦 那到底是谁可以获选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四位创投导师 首先第一位是HypeVentures HypeVentures的资金规模大约有4亿 那主要是锁定在大数据 AI、SaaS还有5G的领域 那在今天呢 我们的创投导师的代表人是 李彦书管理合伙人 那理合伙人呢 主要是专注在大数据 还有AI产品的国际市场扩展 我们先谢谢HypeVentures 也谢谢理合伙人 那么第二位的创投导师是ITIC ITIC目前的规模有40亿 锁定在电子还有半导体 精密机械、光电、生计、健康 跟汽车领域 而今天的负责创投导师代表 是李仲奇执行副总经理 李副总经理呢 专注在新创事业、育成 还有国际业务推动 紧接着为大家介绍第三位 创投导师中华开发创新加速器 规模12.9亿 锁定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还有云端、次世代、电商等领域 今天我们的领军代表呢 创投导师代表是彭正杰协理 而彭协理也是负责管理 中华开发创新基金 还有阿里巴巴台湾创业者基金 第四位我们的创投导师 中华民国全国创新创业总会 创业投资委员会 委员会呢 目前单一的规模案的话 大约有3000万左右 那我们锁定在九大领域 有包含了像是IC半导体、电子零件 还有呢通信网络等等 那在今天我们的创投导师代表是邱仲威主任 邱主任专注在投资评估 还有协处以及融资辅导、商模调整 另外是商机媒合 我们也要再次的感谢四位重量级的创投导师 参与本次的活动 紧接着下来马上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本届辛苦的企业导师 那我们这一次的企业导师呢一共有七位 分别是工研院 工研院辅导的是三杰物联科技以及毫米波科技 第二个是中华电信 辅导的是艾阳科技 台达电辅导米非多媒体 以及音业达是跟中华电信共同辅导艾阳科技 另外铃群电脑辅导Aidea 还有呢远传电信辅导杰西科技 伟千科技辅导的四家 分别是古灵运算 昌泰科医 以及艺程智能 还有绘稳科技 我们也要再次的感谢一路以来呢 陪伴着所有新创团队 共同成长而且辛苦辅导他们的企业导师群 那我们这一次呢云报育成也要感谢来自许多的新创平台 还有创投单位 以及呢工单位 工协会部门 在台办事处 还有企业单位特届给予的一些生态系伙伴 一同来支持我们本次云报育成 并且给了相当多的资源 还有呢鼓励 那么在接下来要来跟大家所介绍的就是我们本届的竞赛规则说明 在今天我们会邀请呢团队们按照七家企业导师 在前期我们有安排了会议当中的抽签结果 并且呢每一家的企业导师事先安排顺序来做简报 那我们企业导师呢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领军两分钟 而在之后是由新创团队有六分钟的简报时间 最后再由企业导师给予两分钟的补充说明 那在今天也未求公平 只要时间一到 我们就会要求所有的参赛队伍立即停止简报 那我们的奖项呢 今年也分别会让我们的demo day团队跟企业来共同争取三大奖项 分别是体系创新奖 投资人奖 还有网路人契奖 我们也跟大家做个说明 体系创新奖呢 这个是由企业跟创投共同来选出 最具有市场价值 而且呢还有产业影响力的队伍哦 所以这个奖项非常的重要哦 那在接下来的投资人奖呢 是由四家的创投导师 他们会依照他们创投的眼光 来选出最具投资价值 并且呢是我们的投资单位 他们会提供千万的投资意向 而在最后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在线上所有的来宾 您也可以担任评审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本年度新增的网路人契奖 透过我们的网路呢 你可以直接扫描QR Code 或者是呢点选聊天室里面的连结 你可以选出你心目中最喜欢 而且呢希望它是可以成为本日最夯的队伍 那我们的投票呢 会到下午的5点30分 那今年究竟是哪一队会获得头筹呢 赢得了这个大家最青睐的队伍 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要让各位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大小共创成果发表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七位企业导师 为我们待会呢即将要登台的新创团队加油打气 也为这一次的成果发表揭开序幕 创业的路上虽然辛苦 但我们只要朝着正确的市场行销 跟正确的市场趋势前进 势必会有丰硕的果实等待着大家 各位新创伙伴 希望各位在今天的简报过程中 都能够一切顺利 取得千万的投资 加油 感谢云报 感谢这些新创团队 就是因为有了云报 新创团队有了好的舞台 能够展现出他们的创新 能够展现出他们的努力 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新创团队加油 在疫情期间 各新创团队使出浑身解除 争取最大的荣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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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电信永远支持 云端协会的新创伙伴 带大家进入5G加AIoT的生态业 在疫情之下 其实全世界都非常的紧张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其实大家都要为了新的创意 新的商机 然后共同一起努力 非常荣幸可以在这样的活动之下 然后跟新创团队一起合作 让台湾变得更好 新创团队加油 技术创新频率加快 产业融合 程度加深 经过了4个月 播种灌溉 各个创新 今日一战 预祝马到成功 祝福创新能够尽情发展 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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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生态爆发力 产业共有 产业共有 创新机 创新机 产业共有 创新机 加油 领接着马上进入到今天最重要的企业体系共创成果 我们首先要先邀请到第一组是台达店梁哲明经理 身为企业导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成果 也请米飞多媒体可以先在旁稍后 有请 各位评审 各位业界先进 各位参赛的新创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台达店子的Kevin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台湾云谷云报育成计划 2021年的Final Pitch 代表我们集团副总裁 继总经理柯淑芬女士 今年我们的合作对象是米飞多媒体 让我很快介绍一下台达店子的business category 大家看到投影片上面有八个黑点 每一个黑点就代表我们一个事业群 中间的自动化 也是今年我们跟米飞合作的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工业自动化 第二个则是楼宇自动化 它将电子致力于提供给客户从无到有的total solution 从前端的硬体 中间的cognition的platform 到后端的monitoring 都是我们自己打造 自己制造 自己生产 至于楼宇自动化 大家所熟知的智慧建筑 我们从surveillance的安防 一直到building management 包含了lighting control 包含了room control 包含了hvac 跟现在很流行的空气品质监测 都是我们提供的服务之一 近年来台达也透过了一些并购 让我们楼宇自动化在全球的版图更为明显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米飞多媒体的Roger 让他来介绍他们家的solution 谢谢梁经理 那么紧接着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米飞多媒体 卢俊燕执行长 带来六分钟的精彩简报 大家好 我是米飞多媒体的执行长俊燕 今天很高兴能够为大家介绍 米飞多媒体 我们的产品MACAR 我们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发挥 XR AR VR MR的创意 不需要任何的程式编译 就可以打造自己的XR内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数位时代的浪潮下 XR相关的应用其实越来越多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整个技术应用上 大家会发现在里面 没有更好的一个 更便捷的一套软体 或者是技术 或者是用户体验 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创建里面的内容 而我们的产品MACAR 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 透过编辑器进行编辑跟开发 并且协助不同的产业进行数位转型 我们的产品发展至今 其实拿到国内外非常多的一些奖项 在这些奖项 我们其实也持续的推动 在不同领域的发展 这边跟大家隆重介绍 我们的产品MACAR MACAR其实我们已经获得了 国内外的发明专利 目前我们也是迭代的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我们持续每年的迭代的功能 包含从光影再到互动式的内容的点击触发 或者是材质等等相关的功能 每年持续在迭代 不管是在教育或商业上 我们持续的跟不同的硬体厂商进行内容的整合 不管是硬体的绑定 或者是跟一些partner 在进行我们叫做国内外的销售 我们在这一块其实持续的在做生根 目前我们在台湾拥有4万多名的用户 持续在这几年拥有爆发性的成长 每年的成长其实大概都是倍数在做成长 在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用户 其实非常擅长使用XR相关的应用 来搭建他们的一些专案跟内容还有开发 在编辑的过程当中 其实拥有编辑的流畅过程之外 我们也支援了大量的相关的素材 我们支援了30万个以上的3D的模型的内容跟content 甚至我们也更新了逻辑编译相关的工具 你可以打造更复杂的XR相关的应用 在应用里面我们也支援了 多元的行动跟载具相关的应用 你可以透过AR VR眼镜来进行开发跟制作 在教育的推动上 我们也成功导入了百间的学校 让更多的老师跟学生 可以更快速的进入到XR的世界 在商用的领域 我们也跟许多的大厂进行合作 在这几年的时间 也完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指标 超过100万次的互动扫描 跟超过200万次的使用者的互动体验 在本次很高兴可以跟台达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在跟台达合作我们分成两大块 第一块是智慧楼宇的部分 在里面导入了Showroom的一些开发跟制作 第二块是在智慧工厂智慧制造的部分 在智慧楼宇的部分 我们开发的编辑器 可以更快速的透过便捷的图像式的管理 跟编辑的内容操作 更快速的去进行导入 使用者非常简单只需要透过上传他的图像内容跟资源之外 他只需要透过拖跟拉 就可以快速的去编辑他的内容 不管你是一般的影音或者是YouTuber 你都可以更快速的上传 更直觉的去编辑这些内容 编辑完内容之后 你可以更直觉的去直接观看他所顶级出来的触发这些事件 触发完之后他就可以更快速的去导入到网站上面直接做观看 并且可以快速量化这个行为 在智慧制造的部分 我们即将导入的是在智慧制造里面的维修检测 还有我们叫做数据显示的部分 在维修检测的部分 其实使用者可以透过更直观AR VR的这样子的展示内容 来看到他们在维修上面需要有的操作流程 跟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甚至我们未来也可以跟相关的数据系统做整合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设备的时候 甚至会把他的一些温湿度驾动率 可以把更多的资讯显示在使用者的平板 或者是眼镜当中 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育成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 在梳理我们的business的部分 我们目前分成四大business 第一大块其实是教育的一个编辑跟销售 第二块也是本次受益最多的是 CMS的系统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导入 透过这样子的管理导入 我们可以更严谨更有规划的 把这样子的庞大的一个系统 然后去做一些整合跟内容的应用 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在 不管是线上授权或者是SDK相关 持续做付费的推动 目前我们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公司 每年持续25%到35%的增长 我们预计大概从今年的4000万 大概会持续成长到2025年的1亿4000万左右 目前我们跟台达也持续在工业上面 进行模块化的整合 我们希望在今年到明年 其实可以更快速的把更多的应用跟场景 导入到这个现场 让大家可以看到工业跟XR相关的应用落地的场景 跟实际的内容的推动 目前我们也持续在海外的市场持续拓展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在这个育成里面 我们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我们在台达这个230屏的show run里面 导入的一个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web的形式 我们刚刚在前面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在编辑的画面跟过程 编辑画面过程这些都是real time的 你可以real time编辑完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导入到web上面 直接去做展示跟体验 这些内容其实我们整体的拍摄大概是花一天的时间 制作完成大概也是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导入时间 有机会去量化它的一个数据跟内容 好 以上谢谢各位评审 也谢谢台湾云报跟台达电 本次给予米飞的一些协助帮忙 谢谢 谢谢卢执行长带来这么精彩的简报说明 那在接下来再次的有请企业导师 台达电梁经理为我们做补充说明 有请 大家好我是台达电子的Kevin 相信大家刚刚听完Roger介绍之后 能够发现他们XR的技术 在全球的这个单独的领域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 而且未来的发展潜力非常非常的高 我很快说明一下我们接下来跟米飞三大合作重点 第一个我们在智慧楼宇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米飞VR跟AR技术 让我们智慧楼宇的solution更为完整 第二个刚刚Roger又提到 我们希望透过米飞XR技术 让我们的智慧工厂的维修 让我们智慧工厂的设备remote control 可以让这个function可以跟上世界的潮流 第三个我们也希望让台达电子全球的showroom 让米飞来协助我们 让他们全部都有这个retiration的tool 可以让它变成虚拟化的展间 对于我们台达来说 其实米飞 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 用非常少的时间 就可以媲美各大厂 有非常高额的license fee 用需要非常耗费非常长的时间 制作出来的成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台达在全球完整的布局 让米飞从台湾出发 可以推向国际 也希望各位评审跟各位企业讨师 可以投米飞一票 让我们台湾技术成为这波趋势的领头羊 让我们台湾技术被世界看见 从台湾出发 放眼全球 谢谢大家 谢谢第一组的企业导师 以及我们的新创团队 那么在紧接着下来 我们邀请到第二组的企业导师 林群电脑邱昆廷总处长 先来跟大家分享共创成果 也请团队A IDEA 先在旁边先稍候一下 各位新创伙伴 各位企业先进 大家好 我是林群电脑罗兵丘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林群电脑是1975年成立 到现在已经快50个年头了 那我们整个Focus在台湾 做这个系统整合的服务 针对我们的客户 有在金融 电信 公用 医疗 制造 教育 交通等等 那我们一直以来持续坚持的就是 陪着我们的客户持续的成长 从当初的资讯化到这个IoT 到Smart City Big Data Analysis 一直到最新的这些AI 我们通通都不缺席 我们整个在台湾之外呢 我们在美国 中国 泰国跟日本 也都有Office 对我们全球的这些客户 来提供服务 那一名到这个Global的Market呢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点 我们就是很重要是我们 Core Technology R&D 来做那个Software Hardware这些Integration 那近年来我们很重要的是帮 客户寻求很多这些 AI的这些的解决方案 那AI的这些的解决方案非常的多 那今年非常荣幸 你刚刚遇到我们这个 AID的这个团队 那他们呢不只是这个AI 而且是AI as a Service 帮我们提供这个RD的Service 那过去我们有听过这个WeWork 这个共用的这个工作的共享经济 共享这个工作空间 那这一次那AID他提出了WeSync 他帮我们Sync 帮我们提供这个R&D的Service 提供给我们集团里面非常多 非常丰富的这些AI的解决方案 那接下来有时间 我们会欢迎这个AID的团队 接下来为我们这个分享 我们AID所做的这个AI WeSync 谢谢邱总处长 相信呢处长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 各位一定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简报内容吧 请接下来马上邀请到AID的 洪淑胜执行长来跟大家做分享 WeSync 是一个AI R&D Service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的人才 协助企业将它的Domain Energy AI化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AI的应用市场持续在蓬勃发展 那企业在导入AI的时候 需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有一些企业 他希望建立自己的团队来自行开发 但是要面对AI人才短缺 成本高 以及这个专场有局限这样的问题 那有些企业他寻求委外的Solution 但是很害怕它的Domain Energy外流 那另外也担心跟现有的系统整合有困难 那另外呢就是AI的方案扩充 也可能不容易 WeSync我们希望提供给企业第三种选择 透过提供的Incession AI引擎 跟全方位的这个加值服务 来当成这个企业AI R&D的最好的后盾 协助企业发挥它的Domain Knowledge 能够建立它自主的AI的Solution 那Essential AI就如同是在专利里面的Essential IP一样 它是AI方案里面最核心最关键的模组 那它具有很高的这个共通性 可以跨各种领域运用 提供给各企业来做一个整合的需求的使用 那WeSync是怎么样做到这个让企业自己产出自主的AI方案呢 首先企业它根据在它的Domain Knowledge 然后提出需求 那WeSync我们会提供一个Essential AI的这个引擎 提供它最需要的这个Solution的内容 然后让企业能够自主 产出它自己的AI方案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塑胶射出的厂商 它需要一个AI的排程 那这个厂商它其实对自己的生产流程 跟资源的配置是最清楚的 因此我们提供它一个AI的排程核心引擎 那这个厂商它根据在这个核心引擎上面 它可以自己标印一些功能模组 像订单管理 资源管理 然后把它整合成一个AI的智慧排程的方案 那这个Essential的AI引擎 其实来自于全台最大的一个AI解题平台 AIDR 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个冠军的模型 另外也有超过13000位的AI人才 然后团队我们拥有评估一个AI引擎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跟经验 那另外团队因为来自公园院 所以我们可以leverage工园院的这个研发能量 跟新创伙伴的研发能量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源源不断的提供优质的AI引擎 给我们的企业去使用 那另外我们如何协助企业 能够把它的domain knowledge 做一个整合 那首先呢 在这个需求的部分 我们会提供咨询 确定这个有效性 跟选择一个适当的这个引擎 另外呢 我们也会提供引擎加值的服务 让它在做优化跟在训练 那资料的准备跟方案的开发 还有落地 就让企业自主融入他们的domain knowledge 来开发 那我们会依企业的需求 提供AI的引界 还有这个跟SI伙伴提供方案加值 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整个我们是锁定200位到500位 员工的这样的企业 而且它具有自主开发的能力 那我们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AI引擎 跟一些solution的代管收取费用 那另外呢 我们在AI人才的管理上 也透过AI IDEA的这个解题平台 远远不断提供我们AI引擎 那这个部分会透过我们的AI导师 在供应链上面 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机制的指导 那整个WeThink 我们知道怎样帮助企业 从它的需求把它转成一个 AI可以解的题目 另外这个团队我们也对AI引擎 跟AI的人才有很多的经验 在评量跟验证上面 那我们也会透过 ML Ops这样的平台 来管理众多的这个引擎 然后提供给企业最快速的这个 加值跟落地的服务 那多年的这个服务平台的经营 我们也很可以直接延伸到SARS 这样的服务的提供 那WeThink我们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建立在一个生态圈 跟策略伙伴的一个合作 不是全程的介入 而是提供一个Estation AI 这样让企业有更多 自主开发的这个空间 我们不是局限在某个企业 或者某种种类 而是涵盖多元领域的各类运用 我们透过共通性的这个市场 能够切入这个整个市场 另外我们也布局国际合作 跟建立全球的这个生态系 那Road Map上面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 能够在Essential AI这个部分 在AI的这个数量 跟这个Essential数量上面 逐年的加倍成长 我们的团队都已经ready了 那也感谢这个企业导师 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导 那整个这个募资 我们基本上是第一年想要招募20年 20个人 然后募资金额是定在8000万 我们想建立的是一个可获利的 共享经济的AI solution 然后提供给企业最重要的 这个AI引擎跟优质的人才 结合它的Domainology 去开发他们自有的Solution 也链接相关的这个厂商 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商业化的生态系 共创这个AI的价值 We think 我们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AI R&D的方案平台 谢谢大家 谢谢新创团队 A-Idea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么在接下来 再次的有请企业导师 林群电脑Robin 为我们来做最后的一个统整 相信各位听完Susan这个精彩的简报 对这个A-Idea非常多一些的期待 那我在这边也在做一些补充分享一下 那在我们跟大家合作这个四个月短短的期间之内 那很快我们就有一些的合作案例 那我这边就以一些合作案例来跟各位做分享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我们林群医院团队 我们必须帮我们这个在医疗上面的客户 来做一个解决方案 客户Request他需要在这个诊间 急诊室那边医生讲话的医嘱能够直接用Volce Recognize 然后把它转语音转文字 那我们在做这个Solution的时候 发现在场域上面的这些噪音是蛮严重的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这样解决方案 还要特别去找这个指向型麦克风 Obo向来是做解决方案 那遇到A-Idea团队进来帮我们见简之后 他们整个分析发现了 其实有一个Essential AI把它引进之后 会大大提升我们的Quality 那他在我们解决方案里面提出了这个 AI去照的核心引型 当他引进这个引型之后 可以大大的让我们所收到的这些Sample 的Quality大大的提升 当然也就会增强我们这些的辨识率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提升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WithSync的平台 他帮我们定义这个Essential AI 而且帮我们解题之后 我们拿除了针对这个医疗的 这个解决方案之外 其实我们针对我们Iuda 其他的Domain 在这个展场的机器人 在场域 在客人很多的地方 很吵杂的地方 我们也都能够引用的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跟A-Idea合作 这个很好一个案例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AI智慧工厂的部分 那也是有利用到一些Essential AI 帮我们做这个智慧排程 以及引擎分析 那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最重要是其他各位 能够这个继续来投资我们A-Idea 让我们下一组的企业导师相当的优秀 一次带了四组的新创团队 我们特别邀请到 伟签科技叶卯阳资深技术总监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的谢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伟签科技 伟签科技是伟创集团的子公司 我们在2015年成立 秉持着伟创集团在制造业的丰富经验 那我们为了集团来做制造业方面的服务 那么在2016年我们转向云端 那这逐渐的跟微软取得合作 在2019年我们更取得了微软的经级合作伙伴 那往着垂直领域来发展 包含了制造智慧制造 智慧医疗以及智慧程式 同时我们也成功建制了一个 SAP on Asia的一个全云运作 这个部分为客户在五年内省下了 40%的总持有成本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在今年取得了中华电信 20%的入资成为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因此伟签科技现在正式成为 伟创集团以及中华电信的一个子公司 那结合了这个数据AI跟中华电信的5G 来提供云服务跟产业的整合方案 那秉持着我们两大股东的一个优势 伟签公司就朝向的 怎么样来扶植一个创新的 这个startup新创公司 使他们能够取得一个场域 那么在这个场域里面 结合特定的专家跟电信公司的一些基础的建设 然后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么在成为一个服务的供应商里面 我们作为一个service executor的目标是要往国外来做发展 那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到伟签科技的一个目标 就是结合伟创集团 然后新创公司以及像startup这样的加速器 来将一个新创公司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场域跟领域里面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古灵运算金博书商务长所带来精彩的新创服务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古灵运算的Bruce金博书 很高兴今天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古灵运算的英文叫做Goolinker 我们愿意我们想要作为人与机械之间一个好的连结 那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受益于智慧制造 透过我们的AIoT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全球企业用户 来提高他们的经营效率 我们在看到数位转型的过程要先有数位化才能够数位优化 有非常多的企业他现在在跨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 很多大型的制造业可能都有非常多的资源跟人才都把这一步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非常多占比超过9成5以上的中小企业 他们首先缺乏的是这些资源 再来第二个是缺乏大量的技术人才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在想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又快 然后用一个拥有成本竞争力的方式帮助他们快速做到第一步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我们跟中华电信来做了合作 过去中华电信有MOD机上盒走入了每个家庭 让每个家庭带来非常多的欢乐 那现在我们有工厂里的智慧制造机上盒 可以让这些制造业非常快速的做到了生产线的数位化 打好数位转型的技术建设 那企业云端战情室是我们的服务名称 它是量化者的一个管理量化管理的一个数位工具 减少了非常多现场人员需要腾血超路的动作 快速的把这些数据都给它收集下来 并且它导入速度非常的快 那整个导入的成本也可以降得非常低 那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台湾北中南 有超过30间以上的企业客户案例 遍布各种不同的产业当中 那在智慧制造当中 我们可能是比较少数的 真的让这个月费 是用月费的方式 用订阅制的方式来做一个定价收费的策略 那这个方案现在是 用变成标准化产品的方式 上架在中华电信的官网上面 价格是清晰透明的 其外可以让所有的中小企业 有一个信任且习惯的金流 来更好的去使用这样子的服务 那整个的做法大概就是说 透过不同的手法 可以把现场很多比较旧型的设备 也可以把这些数据把它收集上来 汇整到这样子一个智慧制造机上盒 完全不需要客制化 就能够把这些数据就直接存到云端 不管是在手机上面还是电脑上面 都可以一眼掌握现场的生产状况 那我们期待 我们希望让这个IT的技术 不再是企业转型的难点 企业应该就是着眼于如何定定让企业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让自己变成未来以数据启动的一个未来企业 那我们是2018年成立 然后每一年呢都有一些主题 那我们期待在2022年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标杆案例 并且透过募资能够加速的推广 那很荣幸呢也在11月22号的时候 红获了第20届的新创事业奖 那在这一次跟伟谦企业导师的合作案例中 我们是在跟想力工业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协助他导入MES系统 想力工业呢是在数位转型 在数位行销非常成功的一个标杆案例 那他现在也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产现数位的方式 在提升他的一个生产效率 那整个的状态呢就是由我们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做这些资料搜集的建置 并且在接到由伟签科技规划的企业制造执行系统当中 那在这一次这个任务当中呢 我们就是协助这些企业将塑胶射出机啊 冲压机还有他每个包装的这个棒秤秤重 以及这个瓶检要出货必须要符合规范 这几件事情一一的把它做数据收集 集中到这个机上盒之后 再透过API或是OPC UA等等的通信协议的方式 再汇整到MES的系统当中 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初步上线成果了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这边打的一个系统的呈现画面 那我们预计应该会在明年度的Q1 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案子把它一起合作完成 那希望未来可以在跟尾千科技的合作过程当中呢 有更多的一些火花 那我最后做一个总结 国陆运算呢我们是产线数位化的一站服务 然后我们也证明了其实制造月是愿意上云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中华电信的智慧制造的一个方案的供应商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寻找更多的战略合作伙伴 一起加速推广这个市场 让这个台湾来中华企业能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谢谢 谢谢 谢谢古陵运算带来六分钟精彩的新创服务内容说明 那么在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的有请 企业导师韦圈科技代表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古陵运算呢在这一次的 StarFab这个团队当中呢 由韦圈科技来选为我们的辅导的新创 我们在这个古陵运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几点伟迁非常重视的价值 第一个价值呢是云端SaaS AI一战式的构组 那古陵运算呢也补足了伟迁科技在制造业的数位转型上面的所缺少的一块 就是呢怎么样快速的来导入企业的云端战情室 以及提供一战式的升级方案 那么伟创集团呢虽然是制造业非常有经验 但是在于中小企业的部分呢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反应 而且有充分经验的一个伙伴 那古陵虽然就成立四年 迅速的累积许多的客户 而且呢它提供的自由产品 包含外挂式的感测器 边缘运算的IPC 这些都通过了比较权威机构的一个验证 那搭配它的协力厂商呢是可以提供一战式的升级方案 所以在我们跟古陵合作的这个MES的专案里面 我们看到古陵很快的就根据到业主的需要 那组合出它所需要的一些边缘运算的一些产品 还有协力厂商的产品 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一个prototype 那这里是我们觉得古陵非常有潜力 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更棒的一个新创 甚至于能够有上线的机会 谢谢企业导师 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汇吻科技林耿诚总经理带来精彩的简报 大家好 我是汇吻科技 我是Aaron 那汇吻科技成立于2016年 我们专注于在智慧工厂的AI解决方案 最近我们已经在AI的落地的案例里面 已经有十件以上 我们尝试着从单一的领域到多个领域 去做AI的落地 因为这样的一个专案的经验 我们在现在推出了我们的相容性 多于多领域的AI的解决方案 我们称为Domain AI SaaS 过往在导入AI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都需要一群的AI的团队 团队里面不外乎有所谓的资料科学家 以及工程师 还有一些系统整合的团队必须要参与 那透过这个领域上面 Domain上面的问题探索客制化 才能够将AI去做落地 除此之外还要去将资料收集 跟资料标记到AI的训练 到自动化的流程 整体才能够把它完善起来 那也因为这样子 客户必须要付出非常多的人力成本 跟时间成本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工具 比如说AutoML与MLOps 这样的自动化的工具可以协助团队快速的部件 但是远远不够于客户的所需要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 Domain AI SaaS 架构 这个架构是基于一个MLOps 那这MLOps已经在Domain上面已经验证过 而且我们将AI的模型 跟已经在这个Domain验证过的演算法 整合成SaaS 提供给客户使用 客户只要能够动动自己的滑鼠 动动自己的Browser 他就可以轻松地采用这样子的AI的解决方案 我们最令人兴奋的是 我们一天以内就可以完成POC 甚至于客户在一周以内就可以验证落地的成效 节省了50% AI 导入的时间跟违运的时间 我们彻底解决 AI 导入的三大痛点 第一个人才 落地成效跟成本 我们提供No-Call 的方式 SaaS 的平台 大大降低了人才的需求 第二我们的落地成效已经都透过这个产业的验证 以及专案的导入都已经验证成功 我们已经标准化了产品 提供订阅式的服务 跟服务式的服务 降低客户取得的成本 我们这一次跟韦迁科技一起合作的 是由WaterOps 是一个在生水 水物 智慧水物的一个AI SaaS 平台 里面有几个功能 水值 水荣养的AI决策 AI 的设备保修 以及污泥用药的AI决策 还有影像处理 影像辨识 辅助在 废水的维生物气泡上面的辨识 我们成功地帮助我们的客户 有20%以上的节奠 只要训练正样本 就可以来达成这个设备保修 以及我们帮他们节省了 30%以上的用药的这种浪费 所以AI 影像可以辅助 前面几项的这些的决策的判读 这个是我们现在WaterOps 已经导入的几个画面 从这个效益上 还有Dashboard上面呈现出来 那我们跟韦迁合作 是基于他的Vars 平台 透过他的Vars 平台 我们将我们的SaaS 叠加上去 我们可以完成几项的动作 第一个快速整合以及高效的管理 我们治安不需要再去烦恼 我们的金流也不需要烦恼 就可以快速的连结 我们的平台跟 AI 都可以透过Vars 平台 整体的配合 而且 我们还有更多的SaaS 正在合作 我们另外 惠文在另外一个官学检测 提供了 AI SaaS 平台 一样我们跟韦迁正在合作当中 我们的 AI WinOps 的平台 已经在多个领域 已经都成功落地 而且都已经高度的标准化 而且是快速的导入 我们可以帮助客人提升 10%至10倍以上的品质 人力节省的方式 可以节省到10-50% 这是我们跟韦迁一起共同 合作的几个方式 以上是我们惠文科技 我们惠文科技 相信我们从领域开始深入 将 AI 实质的落地 目前我们把它标准化出来 让客户可以快速的导入 我们最兴奋的 现在很多的客户 都是持续的在询问 持续的在采用 我们的 SaaS 平台 快速的建立 他们在企业内自己拥有 AI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惠文科技林总经理 带来精彩的分享 还有服务说明 那在接下来呢 再一次的有请企业导师 韦迁科技业资深技术总监 来为我们做个总结 谢谢 惠文科技是尾千科技 在这一次云报创新的活动当中 我们找到第二家 在制造业上面的一个新创公司 那惠文科技它的主要是在 AI 的影像辨识 那么在我们了解了惠文科技的核心能力之后 我们迅速的提供了一个智慧水务专案 来跟惠文科技合作 那惠文科技的标准化 AI 的 SaaS 呢 让我们跟惠文科技可以很快的 跟客户之间完成第一次的 POC 以及后续的建置 那么在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 dashboard 战情式 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所有水务的相关的信息 而这个东西都是已经建置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跟惠文科技 还会有其他的光影像辨识的一个专案来进行 那我们目前呢正在提案的是一个光学检测的 AI 的 SaaS 那我们看到了惠文科技在 AI 影像辨识上面呢 以 Domain 的方式来发展这样的一个 SaaS 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潜力 以及他们的技术的能力 因此我们也是非常看好惠文科技 在未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新创 而且能够有快速发展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刚才欣赏完由伟千科技所辅导的 两家制造新创公司之后 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伟千科技所辅导的医疗团队 首先先邀请昌泰科医赵淑宏总经理 为我们带来六分钟精彩的简报说明 大家好 我是参台科医赵书龙赵博士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刚拿到二类一材 心电图描迹器 它是一个心血管快塞的仪器 它提供了完整的硬体 与开发系统的服务整合 它透过云端分析 可以分出你的心血管的健康的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又是全球独窜 一二三导层可以随时量秤 你可以夹着左手右脚 就可以知道二导层的状况 三导层的状况 第一导层的状况 可以随时的逗过远距的咨询 可以知道你有一个心血管图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也跟大型仪器 三种双业区心肝内科主任 曾经坤的合作 我们在临床里面可以看得到 我们跟菲利普100 这一台168万的十二导层心电图 我们同时做比对 我们可以知道 量侧者它有没有心事找发 心率不整的状况 反而是Apple Watch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塑得很紧 而且按压的时候它手不能抖 否则就会产生微阴性 微阳性 我们直接夹着 就会立即知道 你有没有心率的不整 有没有行肌炎 心包膜炎 而且我们透过云端的分析 价值分析还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火气大 手脚冰冷 你水喝的够不够多 你昨天睡眠有没有问题呢 还是你有长期的睡眠障碍 透过我们两分钟的快筛 就可以知道你的问题 而且我们还可以结合 我们的医疗院所 以及我们的相关服务场域 来做结合 来帮你做改善 所以我们的医院结合 是非常的丰富 以及我们可以帮你客制化 ODM OEM甚至云端的服务 都能帮你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客制化的服务 然后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导师韦谦 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远距的咨询创接 为什么呢 因为从去年霸王寒流来 我们台大脑中风交互病房 十三山船里面有三分之一 都是50岁以下就脑中风了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画面 像左下角这个 120秒里面竟然停泊了5秒钟的心脏停泊 可是这位案例他才32岁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有心脏停泊 而且恐怖的是他月底还要去跑十三马拉松 他当路队长 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有问题了 可是他不晓得他心脏有问题 大家都认为心脏是老人家的问题 其实已经年轻化了 我们透过跟韦谦的合作 我们把医院的痛点 你看病要花时间 那居家仪器你专业仪器你又看不到 看不懂 我们都透过韦谦的就医流程这个部分 把你线上的咨询 线上的分析 把你线上的问诊 以自动统统的改善 以解决 所以你在居家的产域 直接站夹着 就可以出现报告 有Aresmia心率不诊 他会跳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搭配了我们 Teams系统 韦谦的系统 然后直接由专业医师来线上的 帮你为你服务 帮你解说你现在的问题点 甚至安排你去就医 我们能够再透过远距的诊断合作 共创更好的医病生态 从医院病患端 好友社会端 我们这一个远距的部分 能够特色底底的改善你的状态 KONGO新电图描迹器 一家在所 健康在握 你的心血管问题 我们有把握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赵伯 这么生动的说明 在最后还加了一个slogan 那我们在接下来 再次的有请企业导师 叶总监 来到舞台上 来为大家做总结 五千科技 很高兴在这一次的STARFAME里面 认识昌泰科医 昌泰科医的 指动脉的心电图描迹器 KONGO 是一个很特别的设备 一般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量血氧 我们也有看到有 健康手环 我们也有看到量心电 ECG EKG的这样的设备 那KONGO很巧妙的 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 那目前已经取得了ECG的FDA的认证 那在昌泰科医的 这样子的产品里面 它结合了我们现在IOMT 就是 互联网的医疗器材 有云端 有AI 而且有APP 可以来让使用者 居家任何时间都能够来使用 我们也利用昌泰科医的KONGO 产品跟尾签 我们已经完成的远距医疗解决方案 来做一个整合 那完成的POC 我们也对医院来展示这样的一个实力 虽然远距医疗在台湾 市场还不够成熟 可是我们跟昌泰科医 已经就这个部分做好了准备 希望能够以远距医疗加KONGO的 这样的解决方案 来服务更多的病患 也让更多的民众在家里面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产品 维护自己的健康 然后来管理自己的健康 谢谢叶总监 那么在接下来为大家所介绍到的是 尾签所辅导的最后一个团队 那我们的强项在于声音以及文字还有数据探 那我们的合作企业呢 我们现在从智慧家庭一直衍生到 零售金融餐饮做Tradbar 那至于右边的客户里面包容外向 我们有家电的 那现在有一些餐饮业的 那我们今年跨足了梅宇智慧教育这一块 那一层智能成立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那我们在2019有拿到台北市产发局的补助 那2020我们有拿到高雄的创新创业大赛的银牌 同时今年我们有拿到十大 中华民国杰出企业的十大创新研发 那同时今年也拿到亚太加速器的前五名 那专利布局的部分 我们在台湾的专利有两个发明专利 分别是资料传输系统极其方法 还有一个叫汉语多重语音识别 同时有两篇新型专利 那这个是互动式语音回馈以及智能装置 那有两篇美国专利 一篇已经公开了 一篇正在投稿 那基本上在明年也会公发 同时呢 一层智能在专利的布局上面是还蛮齐全 我们也有做产学合作 今年有 从2020开始我们有开始参加国际期刊 分别有两篇国际期刊 以及两篇中文的国内期刊 那为什么大家来 我们会去分析说 一层智能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会去看 我们的强项是声音跟文字 那至于为什么要挑一个 国际大厂都在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新创很难会去做声音的演算法跟文字 却霸在2017开始比较多了 我们在分析这个市场 很多的AI新创都是project-based 那我们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再去分析自己 我们同时拥有语音识别 以及自然语言 两个演算法的武器 那我们在思考 怎么把这两个武器做得更好 所以呢 在2019 2020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PaaS的服务平台 今年2021我们开始跨出 从project-based转到product-based 那我们做了 AI语 AI美语教育 那同时我们也用AI自然语言 做了心理諮商 那在跟这次的STARBAB的起源牵线之下 我们跟韦谦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那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议程跟SI有什么很好的火花 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如何把我的演算法 做成一个SaaS或PaaS平台 跟韦谦这样的企业导师 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那我们过去的强项里面我们发现说 我们在语音辨识方面 我们跟韦谦做了一个结合 我们用在 我们有去跟消防署提了一个案子 那就是用语音辨识做生理量测 同时我们也在做会议记录的主制稿 在最后末期的时候我们在发现 语音可以做合作以外 那文字上面我们做了哪些合作 很庆幸的韦谦有一个叫FaaS平台 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API掌在FaaS 可以做很多的TRAP 那这时候的应用就很多了 零售业 餐饮业 金融业 都有可能做到智慧客服 还有一个数据探勘 这是我们今年跟很有荣幸跟韦谦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逸程智能呢 我刚刚讲我们有两篇发明专利 两篇新型专利 同时今年还会有三篇发明专利 那在今年我们的产品就是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Easy Talking 我们也上线了 那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如何把语音辨识做成一个产品呢 我们用AI教你口说 教你做英文的发音校正 英文的对话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语音的一个特别的应用地方 那在明年我们开始会做AI的 中文教学 产品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就是 小朋友们额美还有测验考试 如何在一个月100块的成本以内 可以做到没有时间没有次数 然后有海量内容可以练习 同时我们保有学习记录 所以我做了两个结合 叫做语音辨识的结合 以及数据分析的结合 用了这套产品 你在三个月的学习的 不间断的学习以外 我可以预测你三个月后的 学习分数指标 那针对这样的参数 我们来做调整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语音的应用 那这就是我讲的说 在明年我们已经把 AI怎么跟中文 教海外的人士教学中文这件事 也布局好了 在明年Q1也会上线 这就是我讲的说 怎么把语音除了跨语言 从英文以外 我们现在做到中文教学 那很庆幸的 我们今年APP上线之后 Google Play有将近400次 我们的APP在9月底上线 iOS有800次 同时呢 我们现在在打2b的补习班市场 学生付费用户从100人到已经400人 那到这个月的最新消息 可以扩正到800人 那他们都是每个月 来付费使用的一个情境 那这是我们一个商务模式 其实我们不管是用语音或自然语言 我们都是用月租分论的方式 我不管是跟尾迁跟补习班 或者跟其他的2b客户 我们希望提供是更好的平台 更好的内容 对 那以上是我们译成智能的报告 如何用语音跟文字做一个良好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愿景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新创团队 带来这么生活化 相当精彩的一个简报 那在最后呢 一样邀请到我以前的Steven 来到舞台上 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 我们在这一次的STARFAB里面 发现了译成智能 那译成智能是一个语音辨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语音的服务呢 向来都是一个非常生活化 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讲 我们要口语 那口语呢就是要更自然一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然呢 在真正的技术的解决方案上面 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怎么样把一个AI的语音进行识别 变成一个自然的语言 然后来符合说话者 他所想要表达的这些个文字 语音跟文字 其实距离没有这么的近 译成智能在语音上面呢 拥有许多的专利 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 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当中 所以我们利用 译成智能所提供的API的接口 来快速的导入客户的使用的情境 那未来我们也会把 译成智能的AI语音辨识的SARS 把它放在尾牵科技的VAS的平台里面 提供给企业来使用 我们自己也跟译成智能呢 整合了一个消防署的生理量测数据 语音辨识系统 所以你可以从照片上看到 在没有办法双手来记录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语音 来让救护车上面的急救人员 可以把患者的生命的信息 透过语音的方式 转成文字上传回到救援的中心 我们相信有更多的应用的场域 是可以让使用者 他不用双手做记录 而是用语音的方式 就可以来达到做资料记录 甚至于还有更多的应用的方式 我们期待未来跟议程智能有更多的发展 跟解决方案的提出来 在看完了前面这几组这么精彩的简报之后 线上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评审老师 应该都很头痛吧 因为在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几组非常精彩的新创团队 在今年工研院也扶导了两家的新创团队 接下来我们要先有请企业导师 工研院王基正副组长 先来为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各位亲爱的线上来宾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可以到这里来跟各位介绍 两个非常杰出的团队 首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一次的团队主要的技术的主题 也跟我们所当初提出来的题目 5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的技术相当的契合 这两个团队分别都是做无线通讯相关的技术 首先跟各位介绍的是三杰物联这个技术团队 这家公司做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也是现在常见的叫做智慧路灯 它点亮了世界的明灯 首先在5G的世界 5G来临的时候 能够通往5G世界最后的一里路 就是跟使用者来做最近的接触 跟使用者最近的接触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基站 路灯是实现基站最主要的一个方式 那透过三杰物联在无线通讯 及RF信号处理整合系统上面 非常的杰出 所以它能够带给使用者非常好的体验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另外一家公司 叫毫米波科技 那我们都知道毫米波原本是用来做通讯的用途 那可是毫米波科技呢 它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应用 开创车窗外的新南海 把毫米波科技用在感测上面 那毫米波科技开发了两款非常精准的雷达 分别用在做安全监控 手势辨识 跌倒还有生理讯号感测上面 所以今天借由介绍这两家公司 希望都能够得到各位评审的青睐 谢谢 谢谢王副组长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在紧接着下来呢 马上就邀请到三杰物联林全能总经理 为我们带来六分钟的demo 改变从一盏灯开始 我是三杰物联的总经理林全能 三杰物联是智能路灯的领导者 物联网的专家 也是国内少数能够从硬体设计 RF 韧体研发 云端服务 还有APP都能够自主研发的公司 我们最主要的核心技术 就是熟悉各种社评通讯的研发跟整合 我们是有一群资深的工程师 加上年轻的业务团队 所组成的新创公司 我是总经理林全能 三杰从2016年8月成立 经过这五年 我们在2019年跟桃园市政府 还有远传电信合作 安装了4万盏的智能路灯 2020年跟光联科技一起合作 在园林施工所 安装了12700盏的智能路灯 今年台南市政府 我们跟百宏还有爱迪生 跟台达电一起合作 建制这个智能路灯 五年的新创历程 五年的市场淬炼 五年见证三杰的实力 目前我们今年的营业额 可以达到2.6亿新台币 贡献的利润大概是4千万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募资 寻求一个策略的伙伴 三杰定位在专心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灯有关的控制器 我们要做好做满 目前我们在全球21个智慧城市 有安装了超过8万盏的智能路灯 在台湾的市占率达到31% 那从2018年到2022年 这五年的时间 其实就是智能路灯 一个蓬勃发展的时间 那三杰也跟着这个浪潮 所以我们的营业额从垂直的上升 那未来的五年 从2021年到2025年 是一个智慧路灯的一个大爆发 那同理事长他有说到 就是未来在10年 应该会有一亿支的灯杆 会迈向自由智慧化 那从这个2020年到2024年 这个每年的年复合成长率 就达到19% 那智慧路灯之所以 它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5G的基地台的建置 那目前NCC也放宽 因为大家都知道 5G你想要收信收得好 又想要它不要在你家 那其实只能放在路灯上面 因为路灯它有电 底下也有光纤 所以我们跟着5G的基地台建置 那智慧路灯在未来 就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 那智慧路灯的一个规划示意图 就像这个一样 那三杰有没有什么优势 三杰的优势就是说过往 我们从智能路灯一路做到现在 发展到智慧路灯 那现在有一些新进的公司 也可以做智慧路灯 差异在于说 他们是整好几间公司 一起整合 那这样的成本会比较高 那三杰也可以做垂直化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想说 在一个智慧城市里面 智慧路灯要安装 那智能路灯也一样是要安装 那我们的行销策略 过去我们就是跟这些 上市公司一起合作 那我们有跟远传 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等等 这些上市公司 那未来我们希望能从二线到一线 能够参与更多的政府标案 那这个就像一个敲敲板一样 当我们投入到一线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就会跟这个企业 会产生一些进合 但无论如何 我们的整体业绩 还是会持续往上升 这是我们过去在智慧路灯上面的时机 包含在台南市政府的太阳能智慧路灯 帮着我们把这个智能路灯跟智慧路灯 做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面 那这是未来将可以呈现的影像 人车流 还有气象站的一些资料 我们也透过跟公园院的合作 OpenADR VTN跟VEN的授权 让我们在今年斑斑用冷气 这个校园能源管理系统上面 拿到了新竹市 金门县 还有全国二十一县市的 国立高中值的一个标案 未来的三年呢 三节要做什么 智能路灯我们继续做 智慧路灯我们抢着做 太阳能路灯一定要做 能源局的一个水银灯 都是台湾计划 在五年的保固 应该在2022年它就会到期 估计在未来三年会有40亿的商机 智慧路灯目前正在一个蓬勃发展 估计未来在国内也有80亿以上的商机 太阳能路灯过去一直都有很多人做 但是失败的原因就是电池不好 现在随着电动车的电池的进步 所以电池能够做到三年五年十年的保固 所以太阳能路灯我们会把它做成智慧化 所以将来它也是另外一个 一波的一个浪潮 那我们在108年的营业额是做了3586万 109年做了8900万 那今年我们的在建工程大概有2亿1000万 未来我们明年的目标是3亿2000万 平均的毛利率都可以达到40% 那这一次呢 三姐希望能够在募资新台币5000万 主要呢我们的用途是用在希望可以引进一些策略伙伴 为我们未来的垂直整合跟上市做整备 那有50%的资金 会在政府的标案这个资金周转 另外在5G的模组应用跟研发上面 我们会投入25%的人力跟金钱 那最重要是我们希望把这整个的经验 能够带到国外去 我们可以走出台湾建立自己的品牌 三姐是由我目前在领导 那我相信公司应该会进入到未来一个新的纪元 然后开拓这个创新 谢谢 谢谢三姐的林总经理 让我们了解到智慧路灯 那在接下来也要再一次的有请王副组长 来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简报当中做说明 并且来告诉大家是如何体系共创的 那我们再次有请王副组长 从刚刚三姐物联林总的介绍 我们知道三姐物联是智慧路灯的领先的专家 那在台湾智慧路灯上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单元就是智慧路灯的控制器 那三姐物联它开发了多元全方位的智慧路灯 包括从2G、3G、4G、一直到5G 那有Zipbit、有Zora 那从短、中、长程全面的涵盖 让智慧路灯可以全面涵盖台湾的路面 那包括它目前已经拿到了21个智慧城市 8万盏智慧路灯安装的机会 那第二个在跟供应院合作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跟所里面来合作VEN的技术 那透过VEN的技术能够把斑斑有冷气的设备 所使用的资讯传输到台电的后台的平台 那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案上面 三姐物联也充分地展现了在这上面的优势 藉由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它也争取到多个合作的标案 那刚刚林总也有提到 智慧路灯会是带动下一波5G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那我想透过林总把智慧路灯放上了未来最前瞻的small sale 那将能够达到高频宽低延迟大连结全面的涵盖台湾的路面 谢谢 谢谢王副组长为大家补充说明 也让各位知道呢 现在5G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 那我们在紧接着下来要邀请到的新创团队是 毫米波科技的创办人兼执行长林玉正 要来到现场来为大家做六分钟的demo 大家好我是毫米波科技的BITBEN 毫米波科技是一家提供 毫米波雷达智慧感测方案的公司 过去毫米波雷达应用在车还有物的侦测比较多 那毫米波雷达是一间专注在人的感测的公司 那主要有四个领域 第一个是安全监控 应用在智慧门林监控未知的入侵人员 第二个是手势辨识 它应用在智慧型的简报操作 那第三个是生理讯号的感测 应用在目前COVID-19的富亚格林病房的自主健康管理 最后一个是跌倒侦测 那再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交通大学的电信工程研究所毕业 那过去在HTC还有Nanomo 总共当过十年的研发工程师 那参与过的专案有超过一千两百万台 然后再来我进入了万序电业 担任五年的BU Head 然后前后服务过网通事业处 还有毫米波事业处 那我负责年营收大于1.2亿 那销售量大于1.12kk 那我现在是毫米波科技的创办人 那我有2.5年的创业经验 那我目前建立了12人的团队 以及创造了8个产品 那我们的核心团队包含第一个林博 他有20年的工研院跟一线的天线厂的工作经历 第二个Jasper 他是我们的技术长 他有将近15年的在HTC 然后还有HighMath Normatech的工作经验 他专场是系统整合 那最后一个是Fabel 他有10年的车用雷达的演算法的经验 他是我们的演算法的首席架构师 那我们的商业模式主要分成三个区块 第一个是我们的Partner跟Resource 还有我们可以为各位提供的价值 那我们现在是跟世界最大的消费型雷达IC厂 他是日本的Social Next 我们是他主要的合作伙伴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策略投资人万序店业 他提供我们上市会公司的SMT的品质 还有他的供应链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 加速客户产品的开发周期 利用我们的软硬体模组化的设计 那我们目前的客户关系跟销售渠道 都透过Social Next跟大林大集团 来做一个销售 那在我们的营收来源 我们短期的销售目标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 航尾波雷达的模组销售到北美的居家安控的产品 那我们提供24GHz的频段 那长期的部分我们会加入60GHz的雷达的模组 以及我们自己开发的雷达演算法 将这个产品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那我们主要的市场 目前是在北美 那右边这个表格 目前列出了目前北美 一年的整共的居家安控的产品的销售量 那一年目前在2022年 预计会有29个Million的销售量 那目前IC厂的Procast 预计会有9个Million 会有雷达的IC 在居家安全的产品里面 那航尾波科技 被Assign目前是负责300K的模组 那到2026年 整个市场会成长到87个Million 那雷达的IC 会有29个Million 那到时候 那个航尾波雷达的模组 预计会有3个Million的销售量 那我们在2022年的部分 营收目前预计会有2200万 那到2024年的时候 我们的营收会成长到1.4亿 在2026年的时候 它营收会成长到4.6亿 那在2024年的时候 我们会达到损益量评 那我们毫米波科技的成长历程 在2029年一成立第一年 我们就开发出了全世界最小的雷达模组 只比1块钱台币再大一点点 在2022年成立第二年 我们就成功的导入精锐科技 国内第一的品牌厂 那在同年也获得通讯大赛的入围 以及工商时到的报导 2021年我们得到SocialNet的肯定 我们跟它合作开发了24G跟60G的 雷达的AOP的模组 进入了云豹育成的决赛 以及获得了雅虎新闻报导的肯定 那我们预计 会在2022年跟2024年分别量产 安全监控跟手势辨识的模组 募资的部分我们在下个月预计会得到我们的策略投资 很万序电业800万的资金 到时候资本额会成长到1000万 然后预计在明年10月的时候 会募集天使轮的资金4800万 总资本额会达到5800万 那资金应用的来源最主要当然是应用在手势辨识 模组的开发 那还有就是因应我们营收的成长 那我们会在关键材料的库存 做一个备料的动作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帮台湾这边培育雷达开发的人才 那提供外商的环境 给台湾的这些优秀的学生甚至人才 能够帮助台湾的产业有更进阶的发展 那我是豪米波科技的B本 那我们创造了未来的感测技术 持续在豪米波的领域为各位创造更多的价值 谢谢 好再次谢谢由豪米波科技代表 带来精彩的简报内容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企业导师要邀请到的是 工研院黄道博士来我们做最后的结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工研院的企业导师 那我今天在这边 要为各位郑重推荐豪米波科技 豪米波科技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司 它有三个特别 第一个特别 就是这个公司 就是它的创办人非常的有热情 第二个特别就是他们锁定 就是汽车以外的豪米波的一个应用 第三个特别就是他们的技术整合性很好 他们同时拥有晶片设计 天线研发以及演算法方面的一个技术 还有人力资源 在合作跟成长的部分 就是工研院主要的工作是执行政府以及业界的一些科专 研发计划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有很多的场域 例如说这个简报里面它有呈现的 例如说我们的支通所有跟很多的一些车辆的交通的单位 来合作 目前有在新竹市的一些道路来做车流的一些监控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所内也有一些前瞻的一些计划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一些实质的一些测试跟合作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也借接了就是铁道方面的一些场域 包含就是铁道局还有高铁的部分 就是介绍给毫米波科技 后续的部分我们都会跟它保持持续的一个合作 跟密切的一个互动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辅导期间 我们多次跟毫米波科技有就是非常密切的一些接触 这个部分我相信毫米波科技未来会变成工业 以及支通所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合作的伙伴 那最后的部分就是Bippen告诉我们 其实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的梦想是要变成一个歌手 可是毕业之后就是进入了智慧型手机的公司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拼命三郎 所以等于说他的业绩其实也很好 后来他觉得就是与其帮人家做不如自己出来做 所以他后来就是选择了创业 他希望就是能用歌声 之前是用歌声来感染人们 那之后希望能用新的一个新创企业 能够带领团队开发相关的产品 也影响未来人们的生活 以上是我的说明 谢谢 台湾云古云报的预程不仅仅是在科技业 或者是智慧医疗 我们也跟在台湾的两大电信业者龙头合作 分别是远传电信以及中华电信 而在接下来的这两场呢 我们首先要先邀请到企业导师远传电信王博彦经理 先来为大家介绍他们所辅导的种子队 大家好 我是远传电信王博彦 非常荣幸可以参与今年的云报育成的活动 可以跟解析科技这边一起共同创造更好的未来 大家知道远传在这么20年来 其实我们一直致力于电信的服务 我们主要目的当然是实现 只有远传没有距离这样子的目标 但是其实伴随这几年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远传电信 可以跟客户能够靠得更近 能够想得更远 所以我们也开始致力于很多相关的企业应用 或者是转型的这些数位的应用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其实远传在这几年来 我们也一直自诩能够成为 所谓的资通讯整合的专家 从云端服务到企业通讯的整合 一分之到现在目前时下 比较倡导也比较夯的 像是大数据、物联网 甚至于是5G的发展 一直以来都是远传目前高度琢磨的一些 企业解决方案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然后跟更多的台湾的新创产业的公司 大家有好的idea、好的想法 可以一起合作发展 让提供我们的企业客户 或是说让我们台湾整个产业界的发展 能够更好 所以远传其实在这几年来 我们一直倡导的企业永续的发展 这当然也包含了 我们会跟新创的公司 以一种以大代小的概念 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今年非常的荣幸 我们有这个机会 那可以跟解析科技 那我相信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那跟远传 我们倡导的这个大人物的应用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那一起创造更好的一个中校 那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王经理 相信刚才呢 听过了王经理这样介绍之后 大家对于待会的简报内容 一定非常的期待 那么紧接着下来 让我们欢迎解析科技的张炫沛总经理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六分钟简报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解析科技张炫沛 很荣幸这次有这个机会 成为云报育成中心的辅导企业 这是我们解析科技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背景来自于自动控制图像学 影像处理 以及3D的应用开发 那我们基于PiSync 跟Digital Twins这样的概念 来发展多维度的可视化管理平台 OCMS跟IRIS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客户在一些公共建设的管理 以及智慧程式管理 跟智慧制造的一些管理等等 那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一个环境里面 有非常多的这些资讯 然后这些系统 当他们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相互产生很多的连结跟应用 那这些资讯对管理者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管理上的困扰 所以我们想提出一个 One Play Phone 这样的概念 来协助管理者 很快地掌握到 即时的这些状态跟资讯 所以我们想像就是用 四个不同的面向来解决 第一个我们把它数位化 数位化之后产生的数据之后 我们来做整合 然后再我们用系统资讯的一个互动 连结 然后让它分析 最后我们用Digital Twins的方式 来达到最灰里路 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所以因此我们发展了 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平台系统 OCMS跟IRIS 那也经历了过很多的这些 不同产业的应用 然后发展出了一些次平台 包括了能源管理 建筑资讯管理 以及数据的分析 跟影像的处理等等 那么所以 我们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做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合作 之后整合到我们的系统 再转换到我们的平台的功能模组 最后再协助我们的伙伴 转出到不同的一个作业平台 包括了Windows Web Android iOS 甚至包括了AR跟VR 不管在D端或云端的一个应用 所以当然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的 非常核心的团队 那我们团队甚至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一个背景 但是我们有相同的理念 一起再往前走 Digital Twins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自动化 它是一个具有核心的大脑 能够思考 能够模拟 能够分析的一个应用 就像目前各位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的影像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管理者直观直觉 然后远端同步 然后可以去了解到整个现场的环境资讯 包括了现场的一些状态 那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快速的掌握到所有的资讯 Digital Twins它的下一步是什么 是一个Metaverse 事实上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管理者 是一种聪明的一个管理方式 在一个Omniverse这样子的一个 全宇宙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的一个管理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企业 过去在这几年 开始慢慢陆陆续续的 在往这一个方向再进行 那就像是3G到4G 4G到5G 其实它一去不会回头 这是一个高速的一个产业列车 我们看到以这个画面来说 这是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案例 我们协助我们的客户 那这个案子是在美国 那我们台湾的厂商 我们及时的在台湾这边建构了一个 这个资讯 然后也帮美国那边整个建立起来 客户透过这样的方式 在这COVID-19的这段期间 一年多了 透过这样的方式 及时的一直在做管理 而且掌握到现场的所有的资讯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地端云端 所有的资讯的一个管理 包括甚至混合云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客户 能够成为先知 能够成为一个 即时的一个掌控资讯的一个管理者 过去我们一直focus在东南亚 现在目前也包括了在北美地区 那甚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非常深入的在做一些研究 跟发展这个市场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Digro Twins这样的技术 能够go to market go to the world 接下来我想给各位看这段影片 这是我们跟远传电信 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智慧程式的一个管理 结合了气候也结合了停车的管理 我们感觉了 没关系 我们都会体验 我们该看的 我们使用也是在的 我们使用来像这场 这是我们必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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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чер ademá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用這些晶片做成的裝置呢 它原生就有AI的功能 OK 那呼應剛剛提到的兩個方式 首先在管理後台的部分 我們已經提供了有三大系列的管理平台 那這些管理平台主要是拿來做一些記錄 或者是查找聯動 可是它有更大的戰略意義就是 這些管理後台其實它是拿來收集資料 大量的資料 所以未來我們就可以做更多更多的AI應用 那我們目前有影像管理平台 人電考慶平台跟交通分析平台 那這AI的部分呼應剛剛提到 就是後台運算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有三大 就是套裝型的系列的後台運算軟體 包括智慧交通 程式監控跟照護 那影像AI晶片的部分 就是把model放到晶片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了 人臉辨識 交通分析 跌倒辨識 跟駕駛行為的辨識 OK 那我們的目標市場也蠻簡單 就是晶片AI的市場 我們就target在AIoT的這個新的市場 它是一個正要起飛 所以它的年成長率還有62% 那其餘的部分就是在這個 智慧交通 智慧程式安控跟照護的市場 那都是非常高成長的市場 另外提到一下就是交通 因為現在全球都在佈建這個 側聯網自家場域 所以它在路口的涵蓋率會越來越高 它的成長率也會越來越高 那順便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公司的概況 在晶片AI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個重要的戰略地位 就是成為美商高通安爸跟銀商 ARM的全球 全台灣唯一的簽約的全球演算法夥伴 那為什麼要強調這一塊呢 因為有別於傳統把影像演算法 Porting到CPU 現在要做到AI加速 基本上是各家晶片廠的加速的技術都不一樣 它必須跟演算法模型之間做深度的整合 才可以達到很高的辨識率跟效能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有這個戰略地位 那在後台運算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透過比較大的就是品牌廠 或者是各國的大型SI或電信做銷售 那我們目前愛洋科技有快要30個成員 4個PhD 那我們是台灣唯一一家沒有獲利 沒有募資就已經獲利的新創 那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大概只有13個人我們營收就近億 那銷售了很多個國家 那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獎 那我們的顧客的部分就只有企業用戶 我們不做直接對消費者這樣子 那晶片AI的顧客就是123 就是我們會跟晶片商一起創造應用 然後互相去promote給製造商跟品牌廠 那如果製造商跟品牌廠決定用這個晶片做裝置的話 再跟晶片商買晶片 跟愛洋科技支付NRE跟授權金這樣子 那後台AI運算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345 就是會幫品牌廠貼牌 讓品牌廠能通路做銷售 那也會跟各國的電信或系統整合商合作 提供我們的產品 讓他們去做很多的企業政府軍方的專案 那我們的服務模式也很單純 就是我們就是擺裝置或攝影機數量授權 那部分新的開發會有NRE 但是在後台運算的部分 如果要繼續維持下去他的高準確率 會有一個年費的收取這樣子 那再來關鍵技術跟創新的部分 我們有四項關鍵 第一個部分是 早前我們其實不太申請專利 是因為我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們怎麼做 可是這幾年其實我們已經銷售到很多個國家 所以為了保護自己 我們在2019年到2020年的時候 總共申請了16個專利 目前有5個專利取得 另外11個專利應該會在半年內取得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講的晶片AI 我們現在有戰略地位 所以在這半年期間其實 安爸跟高通介紹了非常多的 就是歐美的大廠跟我們合作 那現在有4個project kickoff 所以這半年其實還蠻忙碌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之前的管理平台 現在有大量的使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很多就是 就是企業政府或軍方這些比較難得到的資料 那還包含就是全台灣車禍的影片我們也有 然後入口的影片 公車廳的影片 這個高速公路的影片 或全日本加油站的影片 所以我們未來會用這些資料 開發更多的AI 提供給我們的客人 那最後一個很特別是在感測器的部分 我們在3年前就知道 純粹的影像會有影視問題 所以我們發展了TOFF LIDAR跟RAIDAR的演算法技術 那目前都是拿到SONY跟TI這些原廠的合作 那也有產品量產 等一下也不會做一些就是展示這樣子 OK 那成員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的團隊在研發部分 都是來自於南加大 焦大跟台克大 那都有5到25年的影像處理的經驗 那我們的銷售團隊也非常厲害 大概都是15到20年的經驗 過去都是上市公司處級或副總級的成員 那過去就很常跟大型的品牌或電信合作 所以我們的銷售渠道也很強勁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艾洋科技的營運長 最後壓軸登場一樣是這麼的精彩 大家真的要傷透腦筋了呢 那我們在今天呢 接下來再一次的邀請到企業導師葉博士 再次的幫我們補充一下 要如何讓艾洋科技更加的加分 接下來我繼續做一些合作項目的補充說明 在車聯網的交通平台分析方面 對於餘驗的車流的準確度分析 在夜間可以維持8成5以上的高精準度 白天的話是9成以上 另外在車型及數量 車數量的辨識的結果都維持在9成以上 另外在車聯網的邊緣運算方面 艾洋的軟體內建在AMPA的晶片上 使得網路攝影機邊緣運算更具有競爭力 再來就是健康照護的跌倒辨識的部分 我們是採用了AMPA晶片 再加上Sony TOF的感測晶片 讓整個成本降低為原來的五分之一 更具有競爭性 在健康照護的部分 兩家公司的同仁 以各種不同的跌倒姿勢來驗證 驗證的準確性高達96%以上 最後是 英雷達跟艾洋的合作有兩部分 一個是車用電子 與Corecam AI加速晶片來取代 NVIDIA的顯示卡應用在測電網 第二個是 5G智慧工廠用艾洋的軟體 跟Enerda電腦部件在生產線 做第二階段的AI開發 最後是 艾洋是最值得投資的團隊 理由有四個 一個團隊的態度 人員積極認真有能力 第二核心能力強 經大廠的認證 第三公司的營運業績良好 我們不斷的成長 第四 積極布局在國內及東南亞市場 以上說明 哇 在看完了七家的企業導師 所帶領著十組的新創團隊 帶來這麼精彩的簡報之後 是不是覺得我們每一年的團隊 真的都非常的厲害 而且我們今年的新創團隊 在市場上真的非常的具有爆發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們也相當的有市場價值喔 不曉得我們的創團老師還有企業導師 是不是開始傷腦筋了 不曉得到底該把票交給誰 今天別忘了 現在正在收看線上直播的嘉賓朋友 你們也是有投票權也可以當評審喔 只要從現在開始幫我們掃描QR Code 點選到連結之後呢 你可以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我們今天的這個票會截止到下午的5點30分 而且也會在會後呢 會抽出十位幸運兒 可以獲得500元的禮券 趕快呢 動動你的手指 幫我們選出你心中最喜歡的團隊吧 那麼在接下來呢 請大家呢 一起跟我來好好的期待一下 最緊張最刺激的時刻 馬上就要來臨了 我們首先要來公布的就是 投資人獎 現在熱騰騰的名單已經出爐囉 待會會依序來揭曉 在本年度可以獲得千萬投資意象的新創團隊 那我們首先呢 第一位創投導師是Hive Ventures 這一次呢 提供了一張投資意象 也就是提供了一千萬的投資 他們想要的投資的新創團隊是 慧穩科技 恭喜 那原因呢 是因為Hive Ventures認為 慧穩科技是一個非常努力不懈的新創喔 而且呢也找出了把Domain Know How的 跟軟體結合的方式 沈澱出了新的還有呢 更能具有規模化的產品 以及商業模式 也希望呢 可以在後續衝出國際市場 我們恭喜慧穩科技 恭喜 接下來第二位創投導師ITIC 本年度大手筆呀 這一次呢 看好了三個隊伍 那我們三個隊伍當中 分別可以獲得了各一千萬的投資意象 那這三個隊伍我們要恭喜 三節物聯 艾陽科技 以及豪米波科技 恭喜 這三個隊伍呢 都是皆有具備了深厚的技術底子 而且同時都已經通過了市場的驗證喔 那在關注的都是相當高度成長的市場 也非常看好他們未來的發展 所以這一次呢 ITIC決定要投給三節物聯 艾陽科技還有豪米波 我們恭喜他們 好緊接著下來來公布我們第三位的創投導師 中華開發 在今年也是一樣提供了一張投資意象 一千萬的投資意象要投給誰呢 我們恭喜艾陽科技 艾陽科技非常厲害 已經拿到了第二張的千萬投資意象了 那我們中華開發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目前艾陽科技已經有跟國外晶片廠ARM以及安爸合作 沒有僅僅是提供AI應用喔 而且呢 是對於更高層次的技術 能跟晶片高度的結合整合 並且在未來呢 在產業上可以產生更廣的影響力 恭喜艾陽科技 現在目前已經獲得了兩張的千萬投資意象 那我們最後第四位的創投導師 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我們這一次呢 也是提供了一千萬的投資意象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們第四位創投導師到底會投給誰吧 讓我們來恭喜艾陽科技 哇塞 三張千萬投資意象 好 我們的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呢 他們認為艾陽提供的不見面 不僅是單一影響AI技術 而是整體性的解決方案 而且他們可以應用在不同的領域當中 而且還有相關的時機喔 那跟國際級的晶片大廠 都已經成為了全球的合作夥伴 在未來呢 也期許能夠快速的拓展企業物 未來的發展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這也是因此呢 我們這一次喔 四位創投導師 一共有頒發了六千萬的投資意象 我們再一次恭喜三節物聯科技 艾陽科技 毫米波科技 以及惠穩科技 獲得本年度的投資人獎 太厲害 非常的優秀喔 果然呢壓軸登場 但是沒有讓大家失望 那我們最後要來頒發的 就是我們本年度的體系創新獎 這個體系創新獎呢 是歷經了企業還有創投導師評選之後 共同認為最具有產業的影響力 還有呢市場的價值性 那於是這個獎 我們會共同頒發給新創團隊 以及企業導師 我們恭喜第九屆 雲包玉城 體系創新獎的得主是 艾陽科技 還有呢我們企業導師 中華電信 恭喜恭喜 那我們歷經了四個月的共創合作 恭喜我們團隊呢 跟企業導師 在這麼競爭激烈的 這些競賽當中脫穎而出 也期許我們所有的雲包團隊 未來能夠持續的成長 可以成為台灣智慧產業的新勢力 再一次的恭喜新創團隊 艾陽科技 還有企業導師 中華電信 那也相信呢 他們的努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在今天 我們也要再次的感謝 在線上所有的嘉賓朋友 參與我們這一次Demo Day的活動 第九屆台灣雲鼓雲包玉城Demo Day 在此圓滿的告一個段落了 也提醒您呢 我們的網路人氣獎 還可以持續的投票喔 投票截止會到今天下午的5點30分 我們也會在會後 在雲包玉城還有StarFab Facebook粉絲專頁 抽出10位幸運兒可以獲得500元的禮券 那在今年我們第九屆圓滿告一個段落 在明年第十年的里程碑 全新的里程碑 我們也期待有你一起來加入 我們也期許呢 在明年會有更多的生力軍為台灣的智慧產業呢 可以一起共創產業共融的美好結果 那我是主持人韓宇 期待我們明年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